这些画面震惊了世界 包括呼吸困难的婴儿 叙利亚平民百姓遭到了一次化武袭击 据信这是由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发动的 有好几十人丧失了生命 美国的回应是 发射近60枚战斧式巡航导弹 袭击目标是发动沙林毒气袭击的叙利亚机场 你绝不能做事群体灭绝的发生 一定要有人出手制止 看起来唯一会出手的就是美国 有些人说川普总统下令发动导弹袭击 这显示美国开始扮演世界警察的角色 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这么做 他让我们陷入了一种我们没必要陷入的局势 可能会发生不妙的事情 我们为什么要报复呢 这根本不是你该管的地方 我们不是叙利亚 我们是美国 其他人提出了战略上的质疑 让我感到懊恼的是 没有一个总体政策或者全面的政策计划 就只是报复 而且没有组织好思路 没有想到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川普总统解释了他的决策 之前试图改变阿萨德行为的多年努力都失败了 而且是重大 哈德逊研究所的分析人士 本杰明·哈达德说 是因为阿萨德动用了化学武器而惩罚他 还是更广泛的政策转变 有可能导致改变政权的政治或外交行动 一些人指责前总统奥巴马 只是威胁阿萨德 却没有采取行动 总需要做的 有些人并不想辩论 美国是否该做世界警察 而是巴文说 如果没有任何人来做警察 这个世界又会是如何呢 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 华盛顿报道